12月26日中午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网站 发布一条简短消息 2018年12月29日下午14时 该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将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六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罗伯特劳埃德谢伦伯格 犯走私毒品罪上诉一案 据大连天剑王报道 这位罗伯特又是一名正宗加拿大人 因为走私毒品被我司法机关查获并依法审判 据说依审认定的走私毒品数量巨大 公布出来会吓你一跳 记者在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求证 罗伯特是加拿大人的真实性 得到的回复是肯定的 不久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·迈克尔 在中国境内被宣布受到依法审查 所设罪名都是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罗伯特是近来第一名因走私毒品 而在中国受到依法审理的加拿大公民